我們民政府的長官幹部 還有我們今天來的新學員童星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是我上課有史以來人數最少的 不知道今天大家都有吃雜餐嗎 為什麼講到農業 雙關於人 因為我客人 我客人 我怕大家聽不懂客家話 我用那個台語跟那個國語輪替 大家保持一個愉快的心情來上課 民政府跟農業有什麼關係 不是說民政府跟農業有什麼關係 農業跟所有國家都有關係 所有政府都有關係 是不是這樣 今天大家如果沒吃的時候 今天怎麼會坐這裡 不會嘛 對不對 所以說今天我今天一大早看到那個自由時報 我的感觸很深 四大食品廠又中標 為什麼 添加不應該添加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農業那麼悲哀呢 我們吃的東西為什麼那麼悲哀呢 一個現象就是說 現在的食物 不像我們五六十年 在這個自然耕作 就是還沒用化學肥料的時候 那個食物這麼營養這麼健全這麼豐富 所以說現在很多食物 第一個沒有營養 第二個就是說不予保存 不予保存之下 他一定要放一些這個化學的東西 所謂的抗氧化劑 就這次那個什麼 工業澱粉 工業澱粉的作用是非常大 他第一個用處是什麼 妮保 降布知道嗎 人家妮保手用很大的 我問他拿來做食品 實在很沒良心 沒有良心 為什麼商人會動到這種腦筋呢 商人為什麼會動到這個腦筋呢 第一個就是說 他做的食品 不容易保存 他要把這個保存期限延長 所以說他不得已採取這種手段 今天如果說我 我今天削這個麵來講的話 我們切仔麵就好了 一天如果說可以賣個一百萬 我不可能說 我進了一百萬 我賣完就收 生意就加減賺 也許我今天賣個五十萬 也許明天賣個一百五十萬 那麵不能說 我今天賣一碗 我交一碗的麵來對不對 他不可能自己製麵嘛 所以說一定要保存嘛 保存一定要放什麼東西 就是要用抗氧化劑嘛 所以我們現在吃的 我們現在齁 出去外面吃齁 吃水果也好 青菜也好 青菜水果有農藥 一般的加工食品有這個防腐劑 所以說吃的很不安心 這個東西對人體有沒有影響 絕對有影響 對不對 不然那麼多這樣 大家拜託你去掛火 所以說我們 我們今天講的農業就是說 未來我們民政府要走的路 未來我們要走的路 今天就是說大家蠻有福氣 今天就是說來到這個民政府 我們希望就是說 當我們組這個團體的時候 組成這個國家的時候 組成這個社會的時候 要靠大家的一種知識的力量 把這個一個結構做得非常的完整 就是說第一個我們就是說 強調就是說 農業這一部分 農業這一部分是由我來負責 為什麼說農業對我們的民生這麼重要呢 因為大家的生命 大家的健康 就是靠這一塊土地來維繫著 很多東西當然我們避免 台灣沒有東西就是要進口 進口的東西一定就是說 它的保鮮度一定沒有像我們台灣自己生產的那麼好 沒有像台灣的生產的那樣似 因為它有多醇 多什麼 要幾十天幾十天的時間 才有到那裡 才有到台灣來 所以農業我們 我們先談這個 這個 六十年來我們都在用化學肥料 這塊土壤因為用了化學肥料造成了酸化 很酸的 所以說 不但酸而且種出來的東西都沒有營養 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因為用了六十幾年來的那個化學肥料 很多土壤都已經酸化 生氣了 一般適合種植作物的這個土壤的pH值 酸減度 它差不多要6.8 6.5 6.8到7左右 我們台灣所有普遍的土壤的pH值 都差不多5而已 為什麼變成5而已 很多人說 因為工業的關係下很多的酸異 其實這個是完全錯誤的 因為化學肥料用了太多 用了太多 跟農藥也是有一點關係的 不是說沒有關係 所以說 現在吃的很多外國的農業學者 營養食品 營養學者就是說 一直在研究 我們現在吃的食物跟50年前60年前比起來的話 營養價值已經缺乏了差不多 缺少了差不多一半以上 就好比這個 1950年 一九五空年 我還沒出事 美國有一個叫做 德克薩斯大學的這個研究團體 他們在研究這個食物 他拿一顆這個青花椰 蒸花菜 在研究 一樣那個土地在蒸的蒸花菜 一九五空年 他的鈣 鈣 大家知道嗎 鈣 鈣 鈣的含量就是說 還有 每一公克 他萃取出來的鈣 還有12.9毫克 到2003年 經過了53年 2003年的時候 在研究這塊土壤 種出來的花椰菜 立花椰菜 他的鈣含量剩下 每公克的鈣 是要4.4毫克 足足降了6.6% 66% 百分之六十六 所以說現在很多人會得到骨質疏松症 骨質疏松症就很簡單 你看醫生 有電視在講過 什麼羊骨鈣什麼鈣 葡萄糖胺 這個東西太慢了 那如何來補救呢 因為我本身做有機 我做幽肌的啦 已經做十多年要二十年了 為什麼就是說 要挽回這塊土壤 一定要做種有機的東西 有機的東西本來就很天然 但現在很可憐很多人在做有機 拿不到很好的肥油肌肥 現在的有機肥 了不起就是說 要雞糞啦 牛糞啦 豬大便 很少用天然的東西來做 現在天然的東西 它也沒有營養價值 很多人說 我做有機我就沒用 雞糞糞糞糞糞糞 那是無所謂 重要你要找對東西 要找到東西 什麼叫對的東西 因為這塊土壤 經過五六十年來 大家用化學肥料 沒有人補充這個有機肥來講的話 很多營養被吸走了 以前人說米田貢就是大便嘛 沒有回歸自然嘛 旁邊說這塊塊 這塊塊 este塊塊 這個塊塊 比方說一家大塊來講 五十年來都在這裡 Mantra 都在這塊塊 組長重做 耕作 你知道嗎 你五十年來 你拿走多少的營養 台灣沒有學術機構在這個 en 就這個東西 啊 美國就是說 他的人才比較多 所以 可能他吃的比較容易 會去研究這個 所以說 60年來 我們的土壤 我們的土壤 台灣的土壤 90%以上都沒有營養價值 種出來的東西給你吃來講 撐飽肚子而已 沒有一點 就是說營養 所以說現在人很會得病 很會生病 這個植物沒有營養的話 你吃下去自然就沒營養 是不是這樣 那個營養要從哪裡來 因為植物 它要吸收的營養 不只是蛋鈴甲而已 它的微量元素就是二十幾種 不是微量元素 次要元素 微量元素加起來一百多種 百花鳥 百花鳥給丟掉的時候 現在要怎麼補充 當然 很多人會去研究這個東西跑哪去 海裡面很豐富 因為我們都很多東西 經過這個 這個 雨水的淋洗之後 海水以前也不是鹹的 海水是經過這個 兩億多年的淋洗 很多礦炎 很多礦炎 很多炎樹都跑到海裡面 那不是說拿水的惡菜 不是這樣子 要去萃取 最好就是海帶 好 當然這個經濟 經濟效益不合乎我們現在種植的一種 方式啦 還有一個最寶貴的東西 什麼東西 樹葉 樹葉 快點燉在土壤裡面 就生在土壤裡面 差不多一米到兩米 很多營養都在地裡面 給樹抽起來 樹葉是目前發現 就陸地上最好的肥料 我做 我在收樹葉的時候 我九十三年 收樹葉 收到一百年 我收差不多兩萬棟 桃園館而已 桃園館而已 我種出來的東西 每一個消費者 吃到都非常的 就是說 感覺到 去吃有百歲的東西 都吃不完就對了 在座的各位 如果說自己有種田 自己有田 有田 親家的朋友 我們要做幼稚的 就是要 朝這個方向去走 樹葉種出來的東西是很好吃的 以前 老一輩的人 我這個年紀都有聽過 露水茄的米 塞蕾的西瓜 西螺西瓜 阿里山的茶葉 還有現在的三星蔥 這些東西哪裡來的 中央山脈 每年的 洪水泛濫的時候 當然現在殼川整治的很好啦 泛濫的機率就很低啦 佐水西米啦 西螺西瓜啦 或是阿里山茶啦 現在三星蔥 都是落葉 中央山脈的 這個斧植土 蔥刷下來 還有以前的佐水米 現在沒有佐水米啊 蘿水茄的米沒有了嘛 因為他已經用化學肥料 用農藥也用了五六十年了 河川也整治的很好 沒有什麼氾濫 所以佐水米已經不出名了 西螺西瓜也沒有聽到了 阿里山的茶也漸漸落寞了 現在三星蔥也是快要結束了 農民一直在用這個化學肥料 農民為了這個經濟效益 為了節省成本 化學肥料一直在用 東西的品質就越來越降低 人類 人類就是說我們大家吃的食品的營養價值又越來越低 越來越低 沒有什麼營養的價值 沒有什麼營養價值的話就是說 身體就會所產生的反應 所以現在我剛才說的 現在很多文明病 文明病 我希望就是說在座的各位就是說 要有一個觀念 自己要吃的東西 盡量去找一個就是說 有這個觀念來 去找這個盡量是朝這個有機的食物來 來吃 不得已的話 真的盡量減少去吃外面的東西 外面的東西 我本來就是說一直在想說 今天要講些什麼題材 因為最近這個 這個食品界 發生了很多問題 包括這個義美 義美那麼大的品牌 它的東西都會出問題 今天我看到那個報紙 統一啦 愛智慧啦 還有一個什麼德濟洋行 就是說我們 我們吃的 人一定要有危機感 要有危機感 不只是對政治的危機 對國家的危機 對生命的危機 對食物的危機 一定要有這種危機感 你今天沒有健康 我剛剛跟妳講過 沒有健康的身體 妳今天會坐在這裡嗎 妳今天打賣 妳今天打賣 妳坐在這裡也很辛苦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說 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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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的生命 對我們整個的社會 國家 都是非常重要 當然啦 農業 農業就是說 我剛才說的 我之前一直在講這個 強調農業 不是說我在推廣這個有機 其實 本來自然的東西就最好 田野的東西最好 是不是這樣 很多的東西 拿去加工 有的沒有的 他一定要放抗氧化劑 那個 那個防腐劑的種類是非常多 我們 我不是特化工的 我是沒有了解那麼多 但是這個食品 沒有放這個東西 他那個保存期限 就很短 是妳人家賺不到錢嘛 賺不到錢嘛 所以說我 我從小我就教育了小孩子 盡量去少吃這個加工食品 包括罐頭的 包括飲料 包括包裝食品 這東西都是吃起來 對身體沒有什麼幫助 撐飽肚子而已 不得已 一次兩次可以 妳常常吃外面 身體都 不得了 現在回歸自然 回歸這個農業 回歸農業就是說 我們現在台灣就是說 有 兩種農業型態 一個是走有機的路線 一個是走一般的 化學肥料跟農藥路線 我做有機 我現在就先來講有機 有機來講的話 我跟妳 以前人家講 妳要做有機 其實就是要經過三年 這個土壤要修耕 其實這是錯誤的想法 這塊土壤如果說 妳今天有心要做的話 明天它就會變成有機的一個土壤 妳排除以前妳的殘留化學的東西 妳不講來講話 妳只要大量的投入這個有機肥 它一定會把那個 這個土壤的質改變 我昨天一個朋友在我那邊做 她是做那個 做那個土木工程的 她是觀音人搬到那個花蓮住 長大又回來這邊 這個 桃園這邊 她對農業滿有興趣的 她昨天10點多到我那邊做 做到差不多12點 我叫她吃飯她不要 她昨天跟我講一句話 因為她附近有一個人在養牛 她就把那個 武塞 拉到那個 就是說 她的一個鍋在做武塞 做肥料有機肥料 她說我過年前種那一批白菜 白菜 說不完整修館 那旁邊 隔壁的芋頭上看到她種那個白菜 問她那個種子哪裡賣 那老闆就說 對啊就是這個種子 她就賣它一點 結果那芋頭上拿回去撒 再怎麼撒再怎麼種就是矮矮的 你這樣 那個先生姓王嘛 王先生 說妳是怎麼種的比人家更大 因為我的武塞怎麼撒一圓 撒一圓差不多10多公分 碰下去 我種的白菜差不多整齊 那芋頭上種的再怎麼種 都是10多公分而已 結果那芋頭上說妳賣種子 妳賣夭壽的 那經濟 妳拿給牠比較好 妳拿給牠 妳給牠怎麼賣這樣 因為 一樣的那個那個 菜季啦 種子啦 就是結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長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土壤出問題嘛 很多人的觀念跟這個芋頭上一樣 我只要把這個種子撒在土壤裡面 就要等著採收 當妳的土壤沒有肥料的話 妳要讓牠這個菜長得那麼高嗎 喔 妳本來一天要吃兩碗 妳一串要吃兩碗 妳一串吃一碗的話 妳受得了嗎 菜牠不會講話 植物牠不會講話 妳不浇水牠也在那邊等啊 妳不放肥料牠在那邊等啊 牠會不會跟你說 我餓啊 我沒有肥人好吃 我沒有水人好吃 不會嘛 所以說 胡適之講過一句話嘛 要怎麼收穫就怎麼摘嘛 妳要怎麼修正 妳的土壤就要管理得好 妳才有更多放心 對不對 我剛剛講的就是有機 台灣目前的土壤喔 有機質的含量差不多1%左右 1%1.5 2% 很少2%的 但是做有機來講的話 它的土壤的有機質 一定要達到差不多5%以上 要5% 一百公斤的土裡面 差不多要五公斤的 一百公斤的土 最不要五公斤的那種的油肌肥 這分地喔 一分地喔 25萬公斤的妳土壤 妳想想看妳要換算一下 一分地要放多少的有機肥 才會達到這個標準 才是 還不至於說剛剛我講的那種白菜 可以種出來 我想那個先生王先生 他放的肥料來講 一分地最起碼超過50噸 以這個比例來講 以這個比例來講 所以從 五六十年來 大家用這個化學肥料 把我們有機 我們的土壤的有機質消耗了多少 消耗了多少 消耗了多少 我們有 在學術上 我們有統計過 你如果放一百公斤的肥 來講到每年到明年 剩下 七十五斤 七十五斤剩下二十五斤跑來 要叫礦化掉 要說 要叫礦化 那一分地 如果說你要達到一%來講的話 最起碼二十噸 沒有這個農民做得夠 沒有一個農民做得到 一分地二十噸 只有一%而已 五%來講的話多少 一百噸 一百噸的肥料 一分地喔 也许一分第一百吨 可以种出那个 刚刚我讲的王先生那种白菜 台湾没有一个农民做得到 一公斤的肥料 只有四块钱就 四十万一分 所以说我们 大家如果说要吃到一个健康的 这个蔬菜水果来讲的话 如果今天这个农民不肯牺牲的话 你们永远吃不到这种东西 我的土壤去检测 差不多七% 七% 七% 我刚才说一%就二十吨 所以说我们现在 我现在认为就是说 世界的农民也好 台湾的农民也好 世界的农民一定要觉醒 不是说我们这一代做了这块地 做完了以后这个不去考虑这个下一代 有机农业就是一种永续的农业 什么叫永续农业 你这一代做完 你要留给下一代去 下一代要吃啊 我阿公 我的爷爷他不知道 他用在用化学肥料 种了二十年 我爸爸也不知道 他也用化学肥料种二十年 如果说我再种了二十年化学肥料 这个突然已经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如果说我今天不讲的话 大家也许没有这种概念 现在的问题 所以说很多东西一定要 为什么很多人说 我炒什么东西要放蒜放姜 这个东西都不对 不是说不对 对这个菜一点帮助都没有 当然啦 焦香焦香就是增加的味道 人才有实意 其实真的东西 如果说你肥料够的话 这一块 这一棵蔬菜 如果说营养够的话 你就清炒清烫就很好吃 我刚刚讲完 五六十年来大家用这个化学肥料 很多蔬菜水果没有营养价值 你吃起来就没有口感 一定要 有人说我吃这个番茄 或是芭拉一定要沾那个酸梅粉 其实好吃的番茄 你沾这个酸梅粉反倒不好吃 好吃的芭拉 你如果说沾这个酸梅粉也不好吃 因为我们的口味已经改变 这个东西就是违反自然 就好像很多食品要添加色素 添加一些这个 这个 香精一样 因为我认为很多在座的 尤其没有种过田 那就是一种 不得已啦 没有选择的遗地 没有选择遗地 那我现在就是说 我希望我们的民政府 以后如果说 我们在执政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推广出去 因为一个健全的社会 一个健康的社会 一个健全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 人第一个就是身体要健康 人家说的 强国一定要先强种 强种要强生 强生一定要吃对东西 是不是这样 我身体哪个健康 有人说 我去运动公园 跑一跑一爬升 身体就会健康 那占的比例非常低 你今天如果说吃不对食物的话 你天天运动的话也没用 我们不只吃没有营养的东西 而且吃很多的化学东西下去 台湾土地面积非常少 我们的那个粮食的自给力 才有30%左右 其他都要靠进口 所以说台湾很多 大部分的人 吃的东西就是一种 没有办法自己去控制 都是靠一些就是说 没有自觉的那个农民 没有自觉的食品厂 我们不能讲它是黑心的食品厂 因为它也要赚钱 当你没有自觉的话 你不自觉的话 你就会去买到这些东西 我常常在这边课堂上 我跟各位讲就是说 你如果说有亲戚朋友 或自己有地的话 最好是自己来种一些东西来吃 对身体才有帮助 你也可以叫你的朋友 嫌日的时候去帮他 他有田来讲的话 你可以教他怎么种 是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因为 说实在话 我种这么多有机来讲的话 这么多年的有机 我自己感慨很深 感慨很深 就是说 我们的农产品的价格 一直就是说 没有办法抬升来讲的话 这个农民的耕作的方式 就是恶性群怀 因为他如果说 没有办法把那农产品的价格提高来讲的话 他的收入就不会 就不会增加 不会增加他投进去的资本 就没有办法增加 所以说会造成这个 台湾普遍的农业 就是恶性群怀的现象 恶性群怀的现象 没有人愿意投入 没有人愿意投入 其实农业来讲的话 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的重要 整个社会结构都非常的重要 那我 我再来讲这个 这个这个一般的农业 一般的农业来讲的话 他们用这个氮连甲 之外 就是化学肥料之外 还要用这个农药 这个农药 为什么要用农药呢 农药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杀虫肌 一个是杀菌剂 当然我们不要讲这个杀草肌这些 因为它毕竟可以可用不可用 但是这个杀虫肌 跟这个杀菌剂来讲的话 做这个传农荣业来讲 不用是骗人的 当这个这块土壤如果说它的 它已经失衡了 没有这个缺乏这个营养来讲的话 第一个 知乎一定得病 得病来讲的话 一定要杀菌剂 目前台湾的杀菌剂 有分成三种这个重金属 第一个就是铜 第二个是银 第三个是蒙 它属于一种碱金属的 金属元素 它可以杀死很多的细菌 那以前呢 大概一二十年前那个 拱 现在很多地下工厂还在做拱 水银 水银是非常毒 土壤的残留时间非常长 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 那个叫拱 以前我们小时候受伤来讲 我们要擦这个红药水 黄油水 黄油水那个就是拱 现在是禁用 在药物 在这个人体来讲是禁用 当然我们 以前科学不发达的时候 认为这个东西 对受伤这个伤口杀菌非常好 现在就是说人家研究出来 拱是对人体是会 用多会中毒 神经毒 所以说现在拱几乎在市面上 合法的农药应该买不到 很多地下工厂还是做这个拱 来杀菌 所以说我如果说我不在这边讲的话 大家也不知道说 我们的食品就不不危机 我们吃的东西很多就是说 很多就是说 在市面上来讲的话 百分之七八十的蔬菜都没有去 就是说来检验 没有政府单位没有办法去把关 因为天天如果说你去抽验 在那边抽验来讲的话 我想也没有那么多人力了 所以说 我 这个市面上来讲的话 这个 还很多蔬菜水果 参与过多的农药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个农药 很多人就说 我水 洗酒一点 其实农药分 那个杀菌剂跟这个杀虫剂来讲的话 它也分很多 它的种类就是说 它的形态也分很多种 有一种叫做触杀型 你只要碰到这个虫或细菌 它就马上死 一种就是 叫做系统型的 系统型来讲的话 你怎么洗都洗不完 洗不掉 因为它已经渗透进去了 就好像很多人讲 我放好年冬 我看到从放好年冬 好年冬会从根部吸收 当这块 这颗蔬菜 如果说它的药期没有过的话 你怎么洗 洗不掉 因为它渗透在组织里面 所以说 农药这东西 不是说微妙 所以说做得非常的周到 对农民设想得非常周到 杀虫剂来讲的话 又分很多种 它不只是一个触杀 另外一个我刚刚讲的系统型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好像电纹箱一样 那个就比较安全 那比较安全 那是七虫的 那不属于杀虫的 所以说一般来讲 农民它会减 会讲求这种效率 它认为就是说 两种用最好 今天看到虫 马上拿这个东西 喷雕股机喷一喷 明天虫就不会来 另外就是说 我放在这个根里面 等到采收的话 这个菜也不会得到 也不会得到虫害跟病害 一般的农民的想法是这样子 酸管齐下 它认为就是虫来了 看到了就喷掉 它预防的话就用放在土壤里面 让干部剂吸收 让干部剂吸收以后就不用 拿这个喷雾剂来喷虫 我等到采收的时候 这个蔬菜 从 都不会去吃 最好的方法 当它采收的时候 它还没想过说 本来30天才可以 放在20天拿来 又大 大科了嘛 没有采不行嘛 放了20天才要采去市场卖啊 所以说现在很多 会得很多的肿瘤 跟农药 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丢给它嘛 所以说我在这边一直在强调就是说 我们尽量朝这个自然的东西去 去这个 就是说 来当我们的食物 你 我们 我常常在这个 这个 一直在想 很多国家 很多落后的国家 不像台湾一样 我 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 就是台湾现在很多这个 老人痴呆症 七八十个这样 瓦瓦这样 推来推去 在东南亚落后国家非常少 因为你像那个 越南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他们吃的东西就非常自然 不像我们 我们这个 就是说 一般开发国家 他们比较注重食品 食品的这个色香味 他们 河川有没有什么污染 因为他们有没有工业嘛 河里面就有鱼 外面的四季如春嘛 不会下雪嘛 很多东西就自然了 采一采就可以吃 那最自然 所以说东南亚那一代的人 很少得癌症 很少这个文明病 我们现在会这么长寿 当然是医学发达 有一个打一个喷嚏就要去挂号 所以说我们不是说我们吃了营养 不是我们只要饮用 是因为我们的医学发达 医学进步在照顾我们的身体 所以说你想想看我们一年的医疗支出 就以健保来讲 每年都要亏损好几百亿 可见我们国人看病的基地是非常高 很高 因为有健保 健保 但是这个健保级每年都亏损好几百亿 知道吗 那就是因为维持 我们 我们这边的 国人的健康 政府不得已这样做 其实人要觉醒 不是靠医疗就可以解决 不是靠医疗就可以解决我们健康的问题 靠自己的自觉 自己要觉醒 咳嗦你知道吗 知道吗 我刚刚当然不是说你排斥这个 吃外面的东西 吃外面的东西我们要选择 比如说我们要吃水果 尽量吃这个有剥皮削皮的 你不要去买到那种的 那个羊桃有没有 那个羊桃有没有 买回来 好像表皮黏黏的 那白白那是果粉 那黏黏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那个叫做斩酌剂 斩酌剂就是说我这个农药 这斩酌剂加在农药里面 它会延长它的死效 很多水果买回来就是表面上有一点黏黏的感觉 那就斩酌剂 那就表示它里面的农药 还残留在里面 现在西瓜已经出来 现在夏天西瓜很多西瓜 你如果说你去买那个西瓜有没有 那里面有一斑点就是白的或是 那个乳白色或是绿色那个 绿色那就是铜剂 乳白色就是新 那就是杀菌剂 所以西瓜买回来还没切的时候 尽量外表把它洗干净来再切 它不会吃到农药 现在西瓜正盛产的时候 吃这个水果 尽量去买这个有剥皮跟削皮的水果 没有不能剥皮 譬如芭蜡啦 我刚刚讲的那个 或是莲霧啦 或是那个羊桃那些 尽量少吃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 没有把这个表皮的农药洗干净来 很容易吃到肚子里面去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个 等一下 我这一堂课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下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希望就是说 大家把这个 有什么问题把它提出来 我希望就是说 我讲的大家要听得懂 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有时间来去做一个 这个笔记 等一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大家来提出来 大家来研讨 因为我想说 在这边民政府来讲 大家是一个 成为一个一份子的话 大家是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很多不懂的 我刚刚跟 开始的时候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农业跟这个民政府有什么关系 其实没有农业的话 就没有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世界上很少国家没有农业的 人要吃才活嘛 有活就会 活在这个 因为人是高等动物嘛 活在这个就是会变成一个团体嘛 就是一个组织嘛 就好像我们来就是 希望做一个 就是说 把这个民政府做成一个 健全的一个组织团体 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 大家 听了这堂课之后 对食品 对农业有一个大大的改变 对自己的食物有大大的改变 所以说 尽量 从今以后 对食物 对这个农业要有一点概念 农业非常复杂 很复杂的东西 你当一个农夫来讲 你要判断这个 这个植物的健康 一年四季你要险对东西来种 你不用把夏天的东西 冬天来种 那就不对 然后冬天的东西 夏天来种也不对 所以说 我们现在讲五行就好 这个配好好的 春夏秋冬都配好好的 春天有春天的食物 秋天 夏天有夏天的食物 秋天有秋天的食物 冬天有冬天的食物 所以说 我们要这个 对这个大自然的形态 一定要去了解 要去了解 因为 我刚刚跟各位讲 很多食物 比如说 为什么人生病 人生病要吃这个 西药或中药 其实西药跟中药里面 它里面就是强调这个 当然你有发言来讲 它当然是用这个消炎的东西 其实药里面很多 这个微量元素 有没有人知道 我举一个例子 一个美国人 他很好奇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牛黄 牛黄你知道吗 牛黄就是说 牛肚子里面的结石 在中国大陆 那个外国人就很好奇 奇怪 你们 你们生病为什么 吃这个牛黄会吃得好 他一直在怀疑 好奇 结果他把那个牛黄 买一点回去 美国在实验的时候 里面有三十几种微量元素 人就是缺乏这个营养 才会生病 当你补充这个营养的时候 就是我讲的牛黄里面的元素来讲 你病自然就会好 很多人 为什么容易感冒 感冒就缺乏 维他命C 很多现在蔬菜里面 该有营养 没有的话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身体就容易得到这个 就抵抗力没那么好 抵抗力没那么好 抵抗力没那么好 好 入屏党啊 好好好 我刚刚这样讲的对吗 没关系没关系 等一下提出来 因为这个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我不是在这边推广这个有机 或是说反对吃这个 这个有农药的东西 就是大家要去选择 大家要去选择 因为 身体健康 一个人健康 自然 这个家庭就会快乐 你今天如果说家里一个人生病的话 来讲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 很不容易 因为毕竟 你像我一个朋友 他爸爸中风 他妈妈糖尿病 他有两兄弟 一个人雇一个礼拜 他的年纪跟我一样 五十几岁 又要上班 又要雇老人家 一个家里如果说有一个人生病的话 几乎要两个人去照顾他 当这两个 不要说两个人 一个人去照顾他 当这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候 是不是 他又减少这一份薪水 所以说 健康 对整个社会也好 对整个家庭也好 都是一个 非常 非常重要的 我刚刚讲了一个人生病等于两个人在生病 如果说我年轻的时候生病的话 又找一个年轻人来照顾 我今天如果说有收入的话 另外一个人又有收入来照顾我的话 就等于两个人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的话 我是不是 每天两个人还是要消费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说可以把这个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来讲的话 对整个社会的资源也好 对整个自己的家庭的结构也好 影响非常大 所以说健康对自己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 不是说健康对自己重要 之外就是说农业对大家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农业对大家的健康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就一部分一部分一部分来这个 我刚刚讲只有一个一个人有种田 你要有做产药 头头小姐你有什么意见 你先拿出来好吗 好 不是要关起来啊 做化学肥料工业上也可以用到化学肥料 尿素工业用很大 你知道吗 尿素用很大 不是说我们的化学工厂还关起来 化学肥料工厂还关起来 因为我刚刚讲了 如果说一分地如果说放20吨的话 台湾很少农民做得到 我刚刚讲了 大家来这边上课是有福气嘛 对不对 如果说你可以告诉你的朋友在种田来讲的话 你就跟他讲嘛 你就尽量朝有机的方向去走嘛 我刚刚讲数学很容易得到 我还没跟大家讲 很多学校都在扫落叶 我以前做落叶的时候就小朋友 一个学校放个50个麻布袋 一个礼拜一收一次 一年要收个一两千吨非常容易 陶渊县有两百多所学校 你只要收30个你就忙有得忙 有没有想要走这条路而已 不是说很困难 我刚刚就指导你一个方向 小姐你看 你树叶是干的来讲的话 你就是放在一堆 比如说一两坪的地 你把它倒 稍微有一米左右的高度 你不要盖 你家里有没有厨余啊或是洗米水啊 倒一点给它撕 拌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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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 它就会发酵嘛 但是你堆的高度要够喔 不够的话它不会产生温度 你知道吗 任何的发酵叫脱酸 我常常跟你讲 制作都堆肥绝对不能盖 绝对不能把它盖起来 因为 树叶里面含很多糖 糖你知道吗 葡萄糖的糖 糖本来就是酸的嘛 我刚刚讲的PS是为什么叫中性 就是漆嘛 如果说你把它盖起来 你永远做不出漆的东西 因为它酸没有脱掉嘛 它会腐烂不会错 但是以后这个肥料非常不好用 非常不好用 重东西非常难重 因为我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我有一次在那个 那个中立的中爱庄 他们的营漆 营漆里面 他们 就是说 叫那个阿兵哥 扫了落叶 就把那个 那个垃圾袋把它装起来 他一直认为就是拿去烧也可惜 我不拿去烧就堆到那边 结果他堆了一整堆 我载了他都四五卡车 给我压巴架 压巴架一样 打开来我很高兴 里面都烂掉 结果拿去种菜 种不起来 不是不能烂掉 它没有脱酸 我刚刚讲的发酵 发酵它会就是说 它温度产生 它会冒那个烟 那个水蒸气 因为维生物在作用的时候 就是要空气 空气跟水 所以说做堆肥 就是不要去盖就对了 你一定要给它脱酸 它树叶它酸它不会臭 因为它没有蛋白 很少蛋白质 所以说 有心要做的话 一小块的地就可以了 但是做肥料来讲 它不会去注重阳光 你就是阴暗的地方也可以做 但是尽量就是说 轻一点去搅拌 才不会长那个 像拼了 因为如果说你 你吃的剩菜菜汤 盐巴也没关系 里面有盐巴 人家讲的那个 厨艺不能做堆肥 那完全错误 自然界本来就是要盐巴 那就是说植物需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那个 你那个 西米水里面就有一种淀粉 它会转换成糖 那也是微生物需要的东西 所以说做起来就是说 自己来用来讲 试做看看 有问题等一下 我留个电话 你也可以打给我 谢谢你 小姐 嘿 不要 嘿嘿嘿 因为我在平中 里面那边 因为我们有那个 别人啊 嘿 是 放了些 都生机的 嘿 对嘛 嘿 他们就是已经不在 原校 对 现在都不会做 现在都请您要做 他们说你说 我们说 其实就是 刚好刚才老师 就是 所以说让你 第一次把 像那个 很简单 你的问题 树里面有虫 就是因为你用生肥 不是肥料太少 你肥料没有发酵 现在就讲虫 不知道你要什么虫 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那个discovery 为什么它金龟 糞金龟 它会去找刚新鲜的大片 推到洞里面 它会残暖 新鲜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说 它会发酵 我刚刚跟你讲 发酵就清烟 水蒸气 虫暖 虫暖它一定要温度 它会浮化 虫比我们 不要说比我们聪明 它会生存到现在 它一定有它的方式 生存的方式 当你的肥料没有发酵好的话 它会闻味道 这个地方 我蛋放下来这边来讲的话 靠这个肥料的发酵的温度 来浮化 所以说你那树里面 树底下会有虫 这也是方法之一 但是问题下雨之后 实惠也没用 不是你 你现在问题就是说 你的联屋是放什么肥料 是放化学肥料 还是有机肥的 我们现在开始有意见 我们现在就是像你刚才讲的 说你当中的 对啊 不是啦 你现在就是说你中了联屋 你说黑金珠 现在 那你就是要把这个 因为这个果树的东西 它有分这个 施肥的方式 有一个血丝 调丝 环丝 对 但是他常常意见给我 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给我 因为在临边嘛 我人住在高雄 我们高雄州 那个我们凯撒那个州长那边 但是现在有一些意见就是说 像现在啊 我大概有两分半 一共是五分了 很难做 以前都租给人家 但是现在啊 就是一半做 一半我要当 慢慢的当 就是说 改革那个什么 像那个我们山庄什么什么 这样的度假嘛 想说度假嘛 我就先把那个图 有的一部分 一百平 两百平 我们以后可以在那边度假 但是一半我想说有人做的话 你留五颗给我 我们以后小孩子 或者是我们 都不要有农药的 我们今年 开始我们做的去年还租给人家 但是我们想说 对哦 在跟我们管理的那一位先生 他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 不要有肥 不要有那个什么 像那个有农药的 而且 我们自己吃 或者是去外面卖 我们这个是没有农药的 因为仿疗那边 有几颗都没有农药的都自己吃啊 但是我们想说 既然要卖 大家身体都健康是最好 而且 而且怎么样你知道吗 以前我妈妈他们在做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有看到他们在做 是那个红色的药耶 那个就是给连霧甜度有没有 那个我们都有看过 还有包连霧我会包 像现在他们在包 我这边上完课我还要回去 因为那个什么呢 他们包连霧的时候 从那个什么档经有没有 我听他们说是档经小小的 就开始要包 所以连霧有包 应该是没有关系可以吃 但是说没有包啊 或者是说 农药撒进去的时候 还是跟那个橘子一样 外面不是有白白的吗 跟那个柳丁一样 那个真的都是农药 不能吃 像那个连霧还好 你没有包 绝对没有办法吃嘛 所以那个有包的连霧很好 真的不错 那个都是学习来的 因为我们管理那个人跟我讲 有什么意见就跟我讲 不要除农药 而且我们旁边 全林边大部分都是连霧 那边生存生活都是靠连霧 但是我想说我也不是靠连霧 我只是说那块地 我这是要度假的 但是这一半最好是有收入 然后让我们去那边 又有得志又有收入这样子 租给人家 还贴了什么标签什么的 叫人家你来帮我们带根啊 还在网路里面啊 看我们那边的人 有没有要帮我们租过去 我们只要留几棵就好了 而且刚才老师讲过的那个树叶 我们学校刚好是一个国民小学 有一个小学在那边 那个树叶我可以跟校长讲 你们那个落叶的树叶啊 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啊 还有我以后会慢慢的种猜给他们说 那个小学生可以来这边 当一个实验也可以 我有跟校长讲过了 但是要那个慢慢的 因为我在高雄做社区 有的社区真的做得很漂亮 一块一块一块小小的社区 像我们陈菊市长他那边也是一样的啊 社区经营啊 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绿化美化 都做得很漂亮 我就是要利用这个田地做得像绿化一样 所以老师你今天讲的真的 我很注意听 谢谢老师 谢谢你 本来这个 我在推广这个东西 就是说做这个肥料 不只做肥料 推广这个有机资源的一种 就是说利用 也是一种环保 因为树叶拿去烧 我以前我常跟人家讲嘛 这个社会真的是有病 在做环保的人不懂环保 树叶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天然的东西 你拿去焚化炉去烧 叫做用能源去烧资源 产生空污 这有道理吗 台湾一年要烧掉好几万吨的树叶跟 这个树叶掉下来的东西 公园也好 学校也好 马路也好 起之不尽 对啊 那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没有人去用 让我们这个土壤任期这个贫瘠 所以说当我们这个民政府执政的话 我们绝对要大力来推 对环保也好 对我们的国人的健康也好 都是一大的帮助 就是我们要去发掘 刚刚这个小姐 你如果说要有心要做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你收一个学校绝对不够 你可以去做实验 我刚刚那个小姐她你贵姓 曾小姐 用那个方式 我刚刚跟你讲 你很多学校也有营养午餐 对不对 吃剩的东西就不会搬到那个肥料里面去 但是你要勤翻堆 没有翻堆的话 它不会发酵 一定要 不是啦 你除以要放在那树叶里面去办嘛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台湾的一个就是说很 蔬菜水果为什么容易得病 第一个就是它里面缺乏这个脂肪 什么叫脂肪 沙拉油就是油脂嘛 脂肪嘛 肥肉就是脂肪嘛 现在土壤不是瘦而已 缺乏油脂 当油脂缺乏的时候 这个 蔬菜水果也好 它会少 它会少一层蜡脂 有没有 有有有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种的那个高丽菜 高丽菜如果说你这个土壤健康来讲的话 它那表皮 有一层蜡 那就是保护 保护什么 不要给细菌侵蚀下去 而且你从在下蛋的时候 那一层蜡 充卵不会 充卵就会掉下来 掉下来 芋头你没看过 芋头的叶子大家没看过 水株一滴下去 就跑走 那就蜡 那个蜡就是奈米 奈米级的东西 现在台湾土边的土壤就缺乏这个油脂 缺乏油脂产生这种现象就是说 第一个 蔬菜水果 对病虫害的抵抗力就降低 我建议就是说用厨余 只要有油脂拌在树叶里面 种树害的东西你可以去实验 但是树叶的发酵大概要差不多半年 如果勤翻这位的话 四五个月也可以用了 所谓发酵的判断就是说 你今天如果说这个树叶 我这个叶收集的差不多有五百公斤 我大概一个月内就把它完成 做叶完成 一个月后之后 你不要把这个厨余再倒进去 你就换另外一堆 对啊 因为分这个肥料 可以做肥料的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说它的里面的那个成分 就五大类嘛 糖嘛 糖一定最早分解嘛 过来就是淀粉嘛 淀粉喔 我们吃的米里面就是淀粉 米粉也是淀粉 淀粉嘛 然后就是蛋白质嘛 蛋白质就是肉类嘛 瘦肉嘛 那些东西都会做肥料 一坏掉东西 过来就是脂肪嘛 第三 第四个分解就是脂肪嘛 第五个最难分解就是纤维嘛 纤维最硬嘛 所以说你做肥料的时候把它粗的东西 不要粗的树干把它挑出来 落叶 给它凹差不多半年 但是你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你就要去翻堆一次喔 好 所以说你做肥料的时候 你试试看 这个中西做出来这个肥料 种出来的东西非常好吃 你外面买不到这种肥料 因为台湾没有人去用肉业来做堆肥 没有人用肉业来做堆肥 堆肥是营养最丰富的一种肥料 我刚跟大家讲嘛 就是它的根生在那个土壤里面 一两米深嘛 把这个很多元素可以吸上来 我们现在就是用了50年这个化学肥料 50 那个 30公分以上的土壤 台湾30公分可以工作的土壤 几乎都没有什么营养 包括你现在如果说 我用什么 什么 外面的 这个 稻杆或是什么 一米杆来做肥料 因为它本身就没营养的话 你拿来做肥料 哪有什么营养 虽然它是有机的东西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你 我再在听 我没有听到那个老师的声音 有十年前 我有听到老师在说 我曾经在老师 他做的 就是那个 专门在种烤蜂的草带 对 他怎么用 他怎么用这个肉业 放下来 他用他这几粮五千多人 放下来 老人也有 所以他都做了很多 就是把他的那个营养结构 把他的烤蜂的营养结构改善 改善 改善这个营养结构 十岁是对那个 对他的那个 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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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会让它还原到 到从前 所以他就 就 粥一粒的 粥一粒的 粥 粥一粒 粥一粒的 粥一粒 不知道有什么类的 微生物 我知道基督里面 还有一些 粥粥的 粥粥 还是有一些 我们常在这些 羊肉兜 结果还没浸到 粥的粥也没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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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一粥粥 像这些粥粥放来 再粥粥粥 粥粥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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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粥 粥粥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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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粥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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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生的東西 生涯都跟我們很大顆 所以有關這個 衛生物的困難 我還是要花一段時間去研究 我身本有看 真的非常好 所以當時他們都在說 就是從五大菌群 我以前記得五大菌群 現在記得剩下兩種 總是什麼 光河菌群 放鮮菌群 總共有五大其他三道的玩具 因為這塊裡面都會選擇那一塊小菌群 有給大家的支付 三星的發熱卡 會達到很完全 甚至 你用這種的思維 包括肚子的一些雙心都會不會去 我們你本來錄業上 一些柚子的柚子 柚子的柚子 感情的柚子的柚子 它三星的柚子的柚子 就是在改善肚子的生質 甚至有一些東西 生到真的 減減是一些過幾都 本身它就不會好 五十字 但是有一些東西就是你下去 下腐蚤子就變成有機的營養素 有機的有機營養素出來 結果 我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楊先生 楊周欣 一滴滴而已 兩分多 用一點點的東西 連水和溶溶的而已 它發出來的東西 結很大顆 大到真的你怕死人說 這個東西這麼厲害 他們就是用這些有機菌群 有機的東西去做一些粉 我知道有這種 用這方面去進行 不好意思 你幾歲 黃先生 那個 你講的菌 我們都吃 實驗了非常多 用菌 你如果說直接放在土壤裡面 叫做壓榨土壤 因為土壤本身它如果說 有這個有機質你放菌還可以 如果說它沒有有機質的話 放菌是沒有意義喔 你剛剛講說一點點的東西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啦 譬如說 你放了菌 這塊土壤給你放了菌 我剛剛講嘛 自然的消耗就25%嘛 因為你放了菌 會50%給你消耗掉嘛 那你一直不補充的話 你每年就放這個菌 沒有意義啊 菌繁殖 你要有東西給它繁殖啊 你要有機質去繁殖啊 你放在石頭裡看它有沒有菌啊 我給人家騙很多 教訓很多 不是今天不是批評你 有一個朋友他在賣菌 那個什麼 忘記了什麼納豆菌還怎麼樣 我說我的土壤如果說沒有有機質的話 你納豆菌放在多也沒用啊 有機質就是一個基本的條件 就好像我們要吃這個飯 飯裡面就是澱粉嘛 澱粉掌握糖嘛 你才有力量嘛 其他的東西就是我們配的菜肉類什麼東西 那就是一種少部分的一種 必須的氨基酸或什麼嘛 或是說維他命什麼東西 那就是我們的次藥元素一樣 那最主要元素就是澱粉嘛 砰嘛 那有產生糖類嘛 那如果說你今天這個土壤 如果說沒有這個有機質的話 你放菌是沒有意義哦 如果說你真的堅持要放菌 它也有部分有機質來講的話 那個叫壓榨土壤 所謂壓榨土壤 你今年種這個水果會種得非常漂亮 明年不一定會種得起來啊 因為你沒有補充有機質啊 我剛才講的嘛 你今天100公斤的肥料放在這一棵果樹下面 你放了菌它會消耗到50% 我拿來消耗25%而已哦 你放了菌之後它極速的消耗 極速的提供這個營養給這個果樹 果樹來講的話 它第一年長得很漂亮哦 你認為這個菌很好啦 第二年再放這個百分 100公斤的肥料給你吸走了 你第二年也不錯哦 第三年 這100公斤的肥料 你沒有再補充的話 你再放菌就沒有了 你這個樹就長的果實就不如 之前兩年的哦 所以說有機的東西是騙不了的 就好像你今天沒有吃飯 你靠 吃這個什麼葡萄糖什麼 那是暫時性的 最終的目的 我們要管理這塊土壤 就是說把有機的東西 盡量找這個 好的東西 我剛剛講的不止落葉 很多 外面很多雜草 我常常跟人家講啊 你如果沒有 你怕沒有有機肥 在馬路旁邊的草草 你可以割一割啊 人家說啊那有千 那有什麼 多有 我現在一天要做超過30噸的菜渣 新北市給我的 我不會騙你啊 有時間來我來看 那用那個 要兩三 三四個人操作 炸成汁 炸不是炸成汁吧 炸乾來 其實在這一種 我認為是一個 我們的一種法令的規定 對我 對這個 就是做肥料這個區塊 在台灣來講的話 沒有人幾個人去研究 其實 炸這個汁來講的話 做這個 把它炸乾來之後 再做肥料 真的是一種 多此一舉 多此一舉啦 我剛剛跟 我這個黃先生嘛 你講的俊 我認為就是說 菌你要了解 我今天做這個有機堆肥 我剛剛講的嘛 它的 它的程序 你要了解嘛 這個菌是分解什麼的 蛋白質的嗎 纖維的嗎 或是脂肪的嗎 脂肪之乎沒有什麼菌嘛 脂肪它自然會融出來嘛 因為很多菌 碰到脂肪就會死 就是分解蛋白質的嘛 對不對 你不能說我這個豬死掉了 放拿菇草管菌來放啊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為菇草管菌在土壤裡面就 200多種了 菌的東西我們不要去考慮 我們就是用自然的方式 菌的東西 我剛跟你講過嘛 我種菜我做這個肥料碰到很多很多賣菌的人 我說你的菌是分解什麼 他講不出所以然嘛 我說 好啦我幾個 五個東西給你去那個嘛 我說做肥料最快分解的東西是什麼東西 他也答不出來啊 你要深入的了解你才不會給人家騙氣 你剛剛講的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不是批評你 你要深入農業你就覺得說 其實自然的東西最好 我剛剛講的樹落葉 我2萬噸的肥料如果說 我2萬噸的樹葉如果說拿菌來分解 它要多久來分解 你就自然它就會分解 那如果不分解的話 那個中央山脈的那個 那個落葉不堆了像 阿里山會不會增加一個100米 那還得了 自然界它就有那種菌 小孩子出生 他腸胃裡面就有那種菌 對啊 那種自然界的東西最好 只是說你把這個東西 譬如說你剛剛講的就是 加速它的處理方式 一人做空過 到一百人做空過 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做肥料 絕對不能說 用樹硝的東西 因為纖維的東西最快 如果說樹脂來講的話 幾乎要一年才會分解 你放什麼菌都沒用 因為 樹脂的東西它裡面還有單磷 單磷本來就是一種殺菌劑 你一定要日晒乙磷之後 把單磷拿走之後 細菌才有辦法進去 這個樹如果說很完整 它很健康 你不要把它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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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菌都不會侵蝕下去 就像你削掉一塊皮 它也無所謂 它會復原回去 如果很大片給你砍掉的話 就是說樹皮給你剝掉很多的話 它細菌會侵蝕下去 這個樹就會死 一般像我們割稻來講的話 為什麼有這個磨磨就好 那就避免細菌侵蝕下去 你敢說我拿出來 創這個它才好 這就是自然界它有一種菌 但是自然界又給你一個抗體 就是血小板 這個就是 你剛剛講的我不反對 就是說 你要極速讓這個東西 這塊土壤變成肥沃的話 你用這個菌我沒有反對 問題你要記得去補充啊 你今天如果說你去爬山 你本來一天沒有 你一個禮拜爬兩次山 你會覺得就是說很累嗎 你體力有消耗掉嗎 你今天不爬山你就不會今天很累嘛 因為你體力沒有消耗到 消耗掉嘛 消耗體力就是要糖嘛 是不是 那種運動有料以前廣告很好很好賣的就是 裡面它有糖嘛 你知道嗎 補充你極速的消耗體力嘛 你才有爛嘛 這要不要太累嘛 就這樣子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自然界的東西就跟人體有關係 農業就是跟人體有關係 那自然 你對待 對待植物就要對待身體一樣 你今天要把這個 你自己的身體要做好的話 你先種一個健康的食物 你知道嗎 各位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覺得 這位有看的 你所看到的 很多稻作 他們第二期都休耕 都完全沒有利用讓他再放屋 那我們以後民進是不是能夠再提供說 讓這個 他們說 這樣子會讓土地休息 會產生更多的良作 或許我們有更有效的方法 讓他們能夠繼續生長 讓我們的糧食不用進口 因為 我認為說我們不去跟著他 然後向外國進口進來 那是 我們國家的一種損失 不好意思妳貴姓 我姓官 官啊 喔 官小姐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台灣以前有簽一個叫做WTO 那個自由貿易協定 所以說 台灣 不要說 糧食的自給力不夠 其實外國外的 譬如說美國我一個朋友他有去看過 一個人可以做400公頃的那個玉米 因為人家的土地面積大嘛 所以說他有辦法 一個人可以管理那麼多的一個機械化的管理方式 一手 那一人說做400公頃 我們 哈哈哈哈 400公頃耶 他一個人而已耶 因為他們有一個就是說 他們好像一個大農場 他們有一個 好像一個協會一樣 你今天負負責吃肥 他就有一個團體 你負責破種的人就有一個團體 那我剛剛講的是管理一個人 400價 他在排水管啊 他這樣摸摸不到 站起來摸摸不到 大概有三米吧 三四米嘛 灌怪水管 好 那剛才講的就是說 我們不要說桃園地區 台灣的 為什麼 我剛才講的 農產品的價格一直拉抬不起來嘛 很多人農 那個年輕人不願意回歸這個 這個農村去種田嘛 因為種田的經濟效益真的是非常低 我記得我大概是20幾歲的時候 現在幾分 還有20分啊 還要20分鐘就對了 蛤 1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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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多久 時間到了 不好意思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我先回答你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跟你講就是說 台灣的糧食 自己率只有30% 為什麼還放任職修庚 就是農產品的價格 沒有辦法拉抬起來 因為台灣就是一直在注重這個工業 工商業嘛 工商業 但是我們用這個外匯 或是說我們用這個進口的方式來進口這個糧食 目前還可以自給 目前還可以維持這種形態 這個一個現象就是說 到戰爭的時候就有產生問題 因為如果說台灣還銷 各方面這個有人去考慮過了 給這個封鎖掉的話 外面的東西沒有辦法進來的話 我們就會這個坐以待筆 還有一個就是說 目前我們安全存糧 差不多有兩年的安全存糧 所以說 修庚不修庚就是一個政策問題而已 如果說你把這個 我常跟妳講 妳量死 譬如說妳一公 我常跟一些種田的朋友講說 他說我種田 第一季還可以 第二季我常常會虧錢 因為入 第二季的收成比較不好 我說妳不要這樣想 妳只要種了 他種持甲地 我跟他講說 妳只要種兩甲地 妳把這個品質做好了 人家一斤米賣二十塊 妳可以賣到七八十塊 妳改變方式嘛 對不對 我說有斤米賣那麼高 又那麼好吃 很多人要買啊 妳要自創一個品牌出來啊 那當然就是他一個個案啦 我也希望說 我們的整體 我們整體的一個 一個台灣的農業 可以把這個水準把它提升起來 還有什麼問題嗎 最後一個問題好不好 還有人有問題嗎 這麼快喔 有 他知道了 我跟他講 他跟他知道 沒有 我不是上到十點半嗎 沒有沒有 哈 二十 下課 下課 二位就是 吃了 吃吃吃吃 走 下課 10分鐘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